全都斷開 來還不咱美 怕生離散 耶 請這腳斷帶下 請先更高說不及 可惜了充滿我 請有留下帶出大 能更高來炫耀 我祝榮耀展現 請就交換 請就交換帶下 請先更高說不及 可惜了充滿我 請有留下帶出大 能更高來炫耀 我祝榮耀展現 來炫耀主來炫耀 我祝榮耀展現 來炫耀主來炫耀 我祝榮耀展現 拍手來炫耀 alles 神的榮耀神的榮耀要bang現在這裡 炫耀耶 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安静一下 我们将我们的手摆在我们的心上 在过去曾经有那么一天 是主耶稣 祂带着祂丰盛的慈爱 来到我们的生命 找到了我们 让我们来敬拜祂 当你找到我 在生命十字路口 你靠近我 你拥抱我 从此你不放手 过去的种种 全然交在你手中 你依止我 你恢复我 从此我不放手 当你找到我 在生命十字路口 在生命十字路口 你依止我 你回复我 从此我 让我们从头再一次 当你找到我 在生命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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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靠近我 你拥抱我 从此你不放手 过去的种种种 过去的种种 过去的种种 在生命十字路口 在生命十字路口 我跟随你 我跟随你即使 静静漫步 终然面对挑战 也有眼泪感到疲惫 我要折脱颤泪 永远不后悔 在你吃饭一下 我的把握 你往来 你往来 是我生命的坚固 你应许不要动 只是指纸 由不落空 回来在你的手上 我不忘注注 当你找到我 使得主你找到了我们 让我们从后再来一次 让我们用我们的心来敬拜祂 当你找到我 在生命时子路口 你靠近我 你拥抱我 从此你不放手 过去的注重 全然交在你守着 你指我 你回复我 从此我不放手 当你找到我 在生命时子路口 你靠近我 你拥抱我 从此你不放手 你作为 你作为何能容眉 你淡淡在我心间 我愿一生静静的 我愿一生静静跟随 我跟随你 我愿一生静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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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 我愿一生静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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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是不要动成事之中 永不乐同 未然在你的手中 我不忘书中 再次宣告 我跟随你从高山到地图 我跟随你 我跟随你从事经济漫步 从难免会挑战 也有眼泪感到疲惫 我要成功成为 永远不后悔 再次宣告 你只要命下我的保护 你还于是我生命的坚固 你一定是不要动成事之中 永不乐同 未然在你的手中 我不忘书中 我跟随你从高山到地图 我跟随你 我跟随你即使 紧紧漫步 从难免会挑战 也有眼泪感到疲惫 我要成功成为 永远不后悔 在你翅膀影响 在你翅膀影响我的保护 你还于是我生命的坚固 你一定是不要动成事之中 永不乐同 未来在你的手中 我不忘书中 我跟随你从高山到地图 我跟随你即使 紧紧漫步 从难免会挑战 也有眼泪感到疲惫 我要成功成为 永远不后悔 在你翅膀影响我的保护 你华语是我生命的坚固 你应许不要动 只是始终永不落空 未来在你的手中 我不忘书中 让你找到我 嘿嘿嘿 带到孙人面前 让我们来击败他 嘿嘿嘿嘿 赞美他 在你翅膀影响 我不忘书中 有 sem anyhow 你华语有好 你华语有好 在你倦梦里有好 有松多水 你也太黑 今再以悲 我要望你只剩容颠 我已决定永不后退 你说为何的荣美 你胆胆在我心间 我愿一生紧紧跟随 我跟随你忠告 山道低谷 我跟随你几时紧紧漫步 终然面对挑战也有眼泪感到疲惫 我要折破缠泪永远不后悔 在你翅膀影响我的保护 你话语是我生命的坚固 你应许不要动 只是指针永不落空 未来在你的手中 我不忘了就当你找到我 我跟随你一样 主要谢谢你用你的爱来找到我们 谢谢你将你的生命气息吹向我们 我们的眼泪令我们擦干 当我们希望当我们软弱的时候 你扶起我们 主要当我们心里疲惫的时候 让我们因着你再次的钢强壮胆起来 主你自己的爱来吸引我们 来到你面前敬拜你 你用你自己的爱来吸引我们 来快跑跟随你 主要让我们心今天晚上 能够完全的向你敞开 让我们的爱能够完全的向你倾倒 今天晚上弟兄姐妹要尽情的敬拜你 每个下垂的手要高举 每个冷淡后退的心 要再一次的火热起来 我们敬拜你的热情 要再一次的被你所眺望 耶稣谢谢你爱我们 我们也用我们完全的爱来爱你 也就是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所领受的不是奴仆的心 主要你检讯我们哪是要成为你的儿女 是为了要来承接你那丰盛的产业 主要在你里面 我们什么好处也不缺 主要谢谢赞美你 你要敞开你天上的门 将一切的福分 将一切的能力 将一切的恩高完全的倾倒下来 主要叫我们无处可容 给我们的福分 给我们的祝福 要上肩下流 连摇带暗的 充满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 赞美耶稣 赞美耶稣 今天晚上来到你面前 敬拜你的是有福的 主要有确信 主要生自你在这里 主要甜美已经敞开 你的荣耀要充满在这里 赞美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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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晚上将我们最美的敬拜来摆上 愿我们的敬拜能够讨你的喜悦 这样子祷告 这样子敬拜 这样子呼求 事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 那我们一起来 攻读主祷文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就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 权柄 荣耀 全是你的直到永远 Amen 弟兄姐妹请坐 把读今的时间交给今天惠图姐妹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让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 今天的经文有两处 第一处在加拉太书四章一至七节 请 我说那承受产业的 虽然是全业的主人 但为孩童的时候 却与奴仆毫无分别 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 只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 我们为孩童的时候 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 也是如此 极致时候满足 神就差遣他的儿子 为女子所生 且生在律法以下 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 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 你们既为儿子 神就差他儿子的灵 进入你们的心 呼叫阿爸父 可见从此以后 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 既是儿子 就靠着神为后寺 第二处经文在 鲁玛书八章十四至十七节 请 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 都是神的儿子 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 人就害怕 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 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 圣灵与我们的心 同正我们是神的儿女 既是儿女便是后寺 就是神的后寺 和基督同做后寺 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 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以上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本周消息 天桥教会2016年的双异门徒训练课程即将开始 神呼召我们做历史的主角 因此我们必须前来接受装备 成为天国精兵 做神合用的器皿 是在三月十九日星期六同时举行的全人医治特会 以及代导学校 邀请已经上过领袖退休会课程的弟兄姐妹 再回来这次的训练课程 不断操练自己 付上代价 成为天国得胜的精兵 四月二日星期六开始 最新一期的养育班和门徒班即将开课 养育班的招生对象是 木道友、新家人 以及尚未上过养育班的弟兄姐妹 门徒班的招生对象是 上过养育班、结业的学员 欢迎弟兄姐妹踊跃报名参加 今天三月十三日下午一点 将在松年教室召开长职同工会 敬请长老、职士、同工以及小组长准时参加 一起来关心教会的财务、预算以及决算报告 接着在下个主日 三月二十日星期天中午十二点半 将召开信徒大会 邀请所有天桥教会的弟兄姐妹 踊跃参加 弟兄姐妹您的会集名单 已经公布在走廊的布告栏 汇集资料若有错误的 请您在这个礼拜三以前 向干事历经更正 电话是06-2970-882 以下是财务部的重要消息报告 第一 在下个主日信徒大会的会友手册 将刊出去年度的会友奉献明信 作为公开征信 为了保护会友 个人的资料隐私 指以奉献代号呈现 不会揭示个人的姓名 第二 配合五月份申报个人所得税 财务部将会在四月份 发出去年度的奉献证名单 也是以奉献代号查询 如果想知道您个人的奉献代号 请向干事贵美或历经查询 电话是06-2970-882 下周是耶稣受难周 在三月二十四日 星期四的晚上七点半 将在教会举行圣餐礼拜 最后的晚餐 邀请弟兄姐妹们 预备心前来参加 南都电台FM89.1频道 天桥之音广播节目 这个礼拜天早上八点到九点 天桥之音单元 林献皮牧师将主讲 天父的心与儿女的心 晚上十点到十一点 真情相遇单元 本周杨雅婷姐妹将与我们分享 他与神同行的美好见证 喜乐的力量带来生命的蜕变 十一点到十二点 古典乐心灵鸡汤单元 本周播出的曲目有 华格纳的歌剧 漂泊的荷兰人序曲 以及以色列大提琴演奏家 拉赫曼尼诺夫 萧斯塔可维奇的2008年 在莫斯科音乐会的现场录音 接下来 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 欢迎我们敬爱的林献皮牧师 为我们讲道分享 我们大概要花一些时间来为我们的建筑祷告 直到今天我们的建筑的习可证还没有下来 那么我们要给银行的基桩 就是那个地桩 要给银行的也没有下来 我们跟建筑师吹了一个多月 我们已经快发疯了 因为政党要轮替了 如果再没有下来可能会借不到钱 真的是很头痛 牧师又不能生气也不能骂人 外面要假装得非常慈悲 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件事 我是否有一天请摆架列下来一下 然后拿着刀 然后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 天父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在 当我们在建造一个文创中心的时候 也是你的殿堂的时候 我们求你给建筑师真的是有智慧 有知识有能力 他答应我们的事都要做好 主要帮助我们能够通过他们的努力 我们能够很快的拿到建筑执照 也能够拿到集装的设计图 好叫我们能够带到款 也好叫我们开始动工 因为已经几乎给我们420天的时间 我们已经从1月18号到今天 已经快60天 我们剩下300多天 主要求你救我们 求你帮助我们 真的看顾我们的整个的行程 大大的恩待祝福 将一切的荣耀 将一切的引导都交到你的手中 我们这样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不知道各位在生活的当中 会不会有很大的压力 那不知道各位的人际关系是不是很好 也就是压力的问题就是说 你在工作的当中 会被你的工作所捆绑 这个世界上分成世界的奴仆 那么有很多人进到教会的里面 他好像得救了 可是又是一个属灵的孤儿 他好像跟教会没什么关系 跟神也没什么关系 他虽然信了耶稣 可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另外一种就是神的儿女 很多人在生活的当中 他是一个世界的孤儿 就是一个属灵的孤儿 到了教会之后好像很热心 可是跟神之间的关系 又没有那一份爱 他也许是会奉献 也许会读经 会祷告 可是跟神就是没有那一份爱 他没有办法敞开心 把自己交给神 他也没有办法信任人 他也没有办法 佛得很美好 人际关系很差的 永久是很差 那么另外一种就是世界的奴力 他一直为世界打拼 赚钱 一切都为了世界 想争的更多 用的更多 然后呢 关心的是 他的地位 民生 住的、吃的、用的 他都很关心 以至于自己被这个东西所捆绑 这叫世界的努力 那么神的儿女 是神的所许爱的 这句话很重要 你永远把它记在你的脑海里面 你如果是神的儿女 你应该要知道 你是承受产业的 我们的天父有多少产业 你就能够承受多少产业 你跟神的关系有多好 你就承受多少产业 你们了解我在说什么 这个很重要 当我们在生活的当中 你如果一直没有办法 跟神有一种爱的关系 如果这个关系没有维持住的时候 你看到你是很骨肝的 而且你没有办法 去卸下你的重担给神 天父創造我们 的确是要跟我们有一个好的关系 这种爱的关系 如果一对夫妇 他们的关系只是在产业上 在产业 兄弟的关系只是在产业 那么这个关系是没有爱的 你今天晚上可以看到新闻 蔡燕文的弟兄姊妹 开始增产了 你知道吗 开始增产 增加产 每个富有的人的家庭 都会增加产 没有关系 只有什么 只有家产 你可以看到 常常航空的家庭 大老板死了以后 兄弟姊妹开始什么 增加产 只有家产 他们没有关系的 你可以看到 很多夫妇要离婚的时候 他们的关系破裂之后 他们在分什么东西 分家产 有没有 请问各位以下 夫妇们 我们去夫妇调了 夫妇们 你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好不好 回答我一下 没有人回答 就是不太好 再问一次好不好 好像很少 我都没有回答 我们关系很好 OK 那么 你如果知道你是基督徒 你看一下今天晚上的圣经 我们读一下好不好 今天晚上的圣经 好 来 先读一下 来 加拉太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七节 我们一起来读 来 我收纳承受产业的是前夜的主人 但孩童的时候 却以奴仆毫无分别 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 只等到父亲议定的时刻来到 他 我们为孩童的时候 受管一世主的小血也是如此 及至满足的时候 神就拆遣那儿子 为子女所生 且生在立法以下 把立法以下的人使出来 让我们得着儿子的什么 免分 OK 我们可以得着一个什么的免分 因此耶稣基督可以得到什么免分 免分 我真的很幸运 可以做两个家庭的孩子 一个是我的亲生的父母亲 一个是我被人家任养的一个家庭 那么两个家庭都对我非常的好 也就是说 这两个家庭给我的爱是很饱足的 我的小时候我在抖腿长大 抖腿的家对我非常好 那我当年养子的时候 养子叫adapter 就是任养的 他们任养这个家庭 对我非常的好 那么你知道 他们都对我很好 可是你要知道 我要承受家业的时候 我必须要弃除了很多不良的习惯 弃除了很多不好的人际关系 所以我鼓励各位 当你要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 当你要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 你第一样要知道 你是承受家业的 你应该跟神有个好的关系 没有关系的话 就所有一切都怎样 就没有关系了 所以呢 我再提醒各位 关系比产业更重要 我再说一次 关系比产业更重要 我再说一次 你们要了解 关系有没有比产业更重要 我们一般的人说 产业比关系更重要 可是我提醒各位 是应该关系比产业更重要 夫妇的关系比金钱怎样更重要 夫妇的关系比房地产比车子怎样更重要 那这是一个道理 我是一个非常注重关系的人 因为我延伸在两个家庭的里面 我知道我必须跟我的 朵六的爸爸妈妈维持非常好关系 那么我也跟北港的家庭维持非常好的关系 直到今天 北港的家庭对我还是非常的好 对我非常的好 他们一直都希望我能够回去 散散看他们 那么这个关系 是我跟人之间那种甜蜜的感觉 如果失落这种关系 人就会变得很冰冷 我几个例子 我最近遇到一件事 就是一个人跟我买了一对喇叭 在四年前 那么四年前买了一对喇叭之后 这个喇叭很贵 就是真的很贵 大概四十几万 喇叭只有两个单体 两个单体 很贵的喇叭 就是一种古董 他很希望能够拥有这个喇叭 他跟我说 买的人跟我说 他年轻的时候看到这个喇叭 就一直想买 到老的时候他有钱 他就买了这一对喇叭 买回去之后他也没有听 他就把他放着很漂亮 古色古香就把他放着 那么经过了四年之后 他忽然想说把它发声看看 因为他很多喇叭 那些喇叭买回去 只是满足他年轻的欲望 那只等他把它发声的时候 他发现到 一个喇叭的单体是坏掉的 他就打电话给我 跟我说 牧师 你还记得我四年前跟你买一对喇叭 那单体坏掉了 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说 四年前买的东西 今天还要跟我说他坏掉了 对不对 第一个反应是这样 可是第二个反应不是这样 我就跟他讲说没有关系 四年前买的 如果是坏掉的 我还是把它拿回来 第一样 我其实跟他讲说 我跟你买回来 他不卖 第二样 那我跟你修好 他说好 没有关系 第三样 我就跟他讲说 如果修不好 我就换一个新的给你 但是新的没有地方买 只能够请原厂 到欧洲去把它买回来 那么新的呢 就是整个外面的外壳翻掉 一颗要七万块台币 很贵的 非常贵的一个喇叭 换了一个部分 那个部分 就要七万块这样 结果呢 他就把喇叭栽下来 拿来给我 我就说没有关系 弟兄 我们都是好朋友 这种小事呢 我来处理就好了 他有没有很感动 他真的很感动 那感动之后呢 他就跟我说 他有点不好意思 他说四年了 我说没有关系 保固不是四年 友谊是一辈子 你知道吗 友谊是怎样 一辈子的 不是只有四年 那 OK 他就拿来给我了 拿来给我那一天 他就问我 还有一个问题 牧师你有 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卖给我 这样 你知道 上一次地震嘛 02 06 地震嘛 我有一些管 正宫馆就跌到地上了 我连捡都难得捡 因为那个太便宜了 但是呢 那一天他告诉我说 有什么可以买的时候 我就把那个仓库 跌下来那个部分 让他看一下 说这些跌在地上的正宫馆 想卖了 他就告诉我说 好啦 这我多少有需要 它多少有需要 很奇怪 他怎么会有需要这个管子 一颗这么大 然后这么胖胖的一颗呢 他就问我一颗多少钱 我就跟他讲说 一颗150 他说 全部买了 全部买了 OK 那就几万块嘛 全部买了 OK 那我就把它测好 然后隔了一天 他就来拿了 拿了之后 他就跟我说 牧师 谢谢你 那个喇叭你能够处理 还有一样 这个仓库馆他很需要 刚刚好很需要 他到底需要不需要 我不知道 还是为了维持关系 跟我买那个东西 我不知道 他跟我 买这个圣公馆的时候 坐在那边跟我喝茶 他就跟我说 我们要披子相爱 那不是基督徒 他就跟我说 我们要披子相爱 你很老了 找不到几个朋友 可以玩 你知道吗 每次见面的时候 还是要见面 说我们要披子相爱 我就说 对啊 你的东西 我把你弄好 你买的这些东西 你一定很满意 他说他很满意 喝完茶之后 我送他 当那个 坐电梯的时候 要下去 他就问我说 牧师 问你一句很不礼貌的话 我问你什么事 你 那个卖给我 卖给我一颗 那个东西 你买多久了 我跟他买的将近 我跟他讲说 我买了二十年了吧 以前买多少钱 你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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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吃醋味的问题 你讲到不讲 都没问题 就是还是讲了以后 让他心无口味 为什么呢 因为收的就要算 你知道吗 兄姊妹 你收的不算是不行的 你知道 一百五就多少 一百五 你知道吗 我就跟他讲说 二十年前买了 那时候买的时候很便宜 大家丢的时候 我买的 我一颗买十块 那他都说 我这也是这么壮 放几十年了 二十年了 那如果是 两百颗的话 是两千块嘛 那是两百颗 我现在卖多少 三万 那会有壮 我心里是这么壮 这看你怎么 怎么看这个东西 我在说的东西就是 你如果有关系 注重关系 就不会去注重产业 如果你是一个 跟谁有关系的人 我告诉各位 有恩高就会高模拟 你把他用给你 高模拟 让你有智慧 你有 你跟谁有关系的时候 神的灵就跟你同在 你如果看 以赛亚书第11章 你就可以看到 神的灵高模拟 让你有智慧 知识聪明能力 敬畏摩列 这些灵都会充满你 那么呢 神最重要是把智慧赏赐给你 历史上一个非常 爱主的一个人 叫做所罗曼 你知道吗 他的父亲大卫 大卫没有什么好处 大卫的好处就是 大卫的好处就是 大卫相对 大卫相对 他跟谁的关系就那么好 所以他怎么杀人都无所谓 不要学 你有没有看到 他娶了一个老婆 就杀了100个 非力士人 有没有 扫罗现在杀了100个 他就跟他同伴杀了200个 然后就帮一个太太 叫米甲 有没有 那真的很可怕 他为了爱神 他为了爱神 什么事都可以做得出来 但是他也会做很多的恶事 但是神完全赦免他 因为他跟神的关系很好 弟兄姊妹要记住 你跟你的父亲的关系很好 有时候你做错事 父亲会不会赦免你 一定会赦免你 这是一个道理 那么你可以看到 当我们跟神有好关系的时候 神会恩高你 让你有智慧 那么智慧的里面 包含三个东西 你永远要放在你的头脑里面 就让你有创意 让你有创意 让你有卓越 让你有丰盛的荣耀 让你真的丰盛荣耀里面 这个丰盛的荣耀 荣耀里面包括圣洁 圣洁里面包括圣洁 圣洁里面包括好的品格 你再想一想 你是否因为亲近神 神会让你有什么 变得很卓越 有没有 你读圣经读看看 我们是神的荣耀 我们是神的喜乐 我们是神的冠冕 有没有 你有没有很特殊 你有没有想说 你是很卓越的 你不是那样软糕糕 你以为我到胸脑 反正我说我不能到破胸风味 我就看到很多人就是这样 然后呢 这里酸痛哄的感情 我发现有没有太多的基督徒 是软趴趴了 有没有 这里头痛 我输了 我输了 我说很奇怪 怎么会推展那么快 你因为你就是一个孤儿 因为你就是个世界的奴隶 所以你就被世界带着走 你根本不属乎神 你虽然说信的神 可是你的整个人 就被绑在肉体的当中 绑在世界的里面 让你真的是 成为一个神的儿女 你跟你说神啊 我是你的儿女 用你的高高我 让我有什么 有智慧 我真的是非常的卓越 跟我说一次 我很卓越 我很有创意 我有丰富的产业 我很荣耀 我的品格很正常 不是这样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这样 嗯 这个走无路 这个走无路 不是这样的 我希望你真的把神抓住 但是我相信我们里面 从撒旦把人诱惑 把亚当夏娃 诱惑之后 亚当夏娃 离开伊甸園 他就不断的把他的生命 撒旦的生命 这种属世的生命 就一直灌在我们的里面 很多撒旦的杂质 就在我们里面 虽然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宣告耶稣是我们的主 可是到底你还有多少 复旦的杂质 不知道 我常在想说 我看起来很喜乐 外表看起来很喜乐 精神很好 那是站在你们面前 然后等一下就回到家里 躺在船部上 师母 要送什么 就是这样 我们常常在外面 都非常的华丽 可是里面就是很多的 撒旦的力量 你有没有相信说 其实今天我们要 与基督同受荣耀 成为神的儿女 同成为神的后世 同领受丰富的产业 你要不要跟基督一同受苦 什么叫做受苦 就是受试炼 要不要把自己的 老我钉十字架 你是否能够走过试探 走过试炼 把自己钉十字架 让自己里面的杂质 完全被拿出来 这个过程叫做圣化的过程 这种圣化的过程 你是否能够真的 成为神的儿女 你是否能够忍受这些痛苦 所以基督徒活着 你如果没有很多痛苦 你活着没有意义 没有历史可以写 你如果说每天 感谢主赞美主 哈利路亚 刚才我问总理 说总理好不好 他回答我 很天耶你知道吗 很天你的意思是 很形上 他回答我非常的形上 总理好不好 在主的里面非常好 你是什么 你是好还是不好 真的很天 就是活在天上 不是活在地上 这样 我们是要把天上 建造在地上 所以我再问他说 在地上好不好 你看有没有很刺激 真的很刺激 所以我想一个人活在世上 一定会有很多苦难 帮着我们 这个苦难就是 弃出我们杂质最好的方法 你看一下耶稣来到世上 他三十岁以前 都圣服他的父母亲 三十岁以后 他开始走进船道的道路的时候 他有没有很谦卑的 让施洗耶翰跟他施洗 有没有很谦卑的 属灵的地位上 他比约翰高太多了 约翰说 他跟他拿鞋子都不配 但是呢 你有没有看到 耶稣还是让他受洗 有没有 当他受洗的时候 天父宣告说 这是我的孩子 是我所洗业的 请问各位 当你受洗的时候 你是不是相信 你已经是神所洗业 是神所爱的 有没有 但是再来 痛苦来了 耶稣被圣灵引导到旷野 不是引导到丰盛之地 当你受洗之后 痛苦才来临 当你结婚之后 痛苦才来临 同个道理 你知道吗 真的 然后呢 把它引导到旷野 你可以看到今天的圣经 看一下 路加第五章的地方 路加第五章 路加第五章 我看一下路加第五章 好 来 他是写到耶稣受试探 来 我们一起来读 来 来 耶稣被圣灵充满 我们一起读 来 耶稣被圣灵充满 从耶诞河回来 圣灵将他引导旷野 是天受魔鬼的试探 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 日子满了 他就怎样就饿了 OK 再来 魔鬼对他说 你若是神的儿子 可以奋入这石头变成食物 耶稣回答说 经上记者说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 有没有看到 撒旦都很厉害 每次都用食物来诱惑 从伊甸园到旷野 有没有 他在伊甸园里面 叫 那个伊把吃什么东西 三二果 有没有 吃 每次吃都发生问题 像我吃 吃到发生问题 明天早上又要面对医生 你知道 我今天晚上就不能吃 也不能吃消费 因为明天早上去厌血糖 每次那个医生看到我血糖太高 博士 我那个生意都很可怕 你知道吗 我跟医生说 我医生最怕的就是他 我为什么呢 就是吃没有办法 你知道我一直解释 吃太多了 你知道 吃肉啊饭吃太多 吃撒西米吃太多 你知道吗 OK你看 饿了以后 撒旦跟他说 你若是神的儿子 可以吩咐这石头变成什么 变成食物 变成食物 肉体的欲望 肉体的欲望 你看看 那耶稣回答说 我经上记者说 人活着不但靠食物 是靠神口里所抽出的一切的话 所以耶稣他的食物是什么 上帝的话 他的食物是遵行上帝的旨意 你知道吗 你看看 你要把神活出来 真的很难 真的很难 你要去解这种诱惑 真的很难 OK 再来 第四 魔鬼又领他到了高山 擦时间把天上的万国都指给他看 对他说 这些钱柄荣华 我都要给你 因为这是原事交给我的 我愿意给谁就给谁 在以西节28章就是看到 这个魔鬼撒旦真的是充满荣华富贵 有没有 你看到他在地上充满的荣耀 他就这样说 这些钱柄荣华 我都要怎样 我都要给你 因为原事交付我的 我愿意给谁就怎样 就给谁 你看一下第七节 第七节 来 第七 你都在我面前下拜 都要怎样 都给你 耶稣说 经上记者说 丹敬拜主 你的神 丹丹要怎样 侍奉他 你有很多人为了钱财 会不会开始侍奉什么 会不会侍奉某鬼 会不会 有一次 有一个姊妹 跟我说 只要我叫她一生姐姐 她还给我五十万 五十万 一生姐姐五十万 她还认我做弟弟 那时候她非常有钱 她身上大概有一亿 台币大概有一亿 有一天我去看她 我到家里去看她 看到她跟她先生在祷告 那两个很热心在祷告 两个跪着面对面 然后地上有一本布置 然后在祷告 那个祷告是怎样的 三八 四二 零五 你听懂吗 有玩过这种游戏吗 我的生日也许可以签看看 那她很有钱 她一直跟我说 一直想认我做弟弟 她会因此得到荣耀 我如果做她的弟弟 要不要听她的 她会不会展现说 我给她五十万 五十万 我身价只有五十万 哪有人那么笨 我又不是世间的奴隶 我又不是人的奴隶 五十万我就怎样 她就把她拒绝掉了 这是个小诱惑 有一天有一个姊妹 身高一百四十八公分 那个时候是住在 加牧师的房 这个私房的那个房间 她是住在那里的 她是长期住在那里 她偶尔就会叫我来 跟我说 林牧师请你来一下 来一下找我 我就来了 跪下 我就有时候 不想什么 她有时候就是会叫我跪下 她说你跪下我也跪下 平常她都说你跪下 我也跪下 她也会跪下 然后她就会按着我的头 主啊赦免我们的牧师 她身上有耶稀别的灵 有佑佛的灵 偶像的灵 奉耶什么命令她离开 我都没有阿门 因为这不能阿门了 这个我才受不了 我真的也受不了 可是那个时候 有一个杂志 叫做马可罗 导告杂志她的编写 然后她真的文笔也不错 政府也曾经打电话来找这个人过 政府里登归找过这个人 找过这样 她真的很聪明 太大毕业了 然后呢 26岁就拿到副教授 拿到 24岁拿到 拿到 博士 然后26岁拿到副教授 很厉害的一个人 但是你知道 有个晚上她就跟我说 我叔 来一下 我就到他旁边 那是礼拜六 我们礼拜六 那几个人在祷告 她就把她的皮包打开 拿出了四叠的美金 一叠一万块 她刚刚在美国卖的房子 然后她说 这四万块要奉献给我 我就跟她讲说 我是不接受奉献 因为我是人 送可以 但是不能奉献 那我会跟她讲 就是我跟她讲说 你不能给我 这是你养生的 你知道吗 我坚持就是怎样 不能收 为什么呢 为什么不能收 听说怎么样 我是人 你听到吗 我不能够因为收她的一百二十万 然后她说什么 我就要怎样 我就听她的 你有没有感觉到 今天的教会 我们的教会很有趣 就是 你所有的奉献都看不到名字 有没有 如果你看到名字 这些有钱人 会不会发生 有几个人会发生吗 就会发生了 对不对 我们又不是钱财的奴隶 所以你要知道 你怎么样的敬拜神 单单把神的话语抓住 远离了金钱 远离了世界 奴隶的捆绑 远离了孤儿的心的捆绑 你再看看 你再看看下来 你看 很多人很喜欢走捷径 你看 看下来 摩哥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 叫他站在殿顶 然后 对他说 你若是神的儿子 可以从这里跳下去 再来 因为经上记者说 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 他们要用手拖着你 免得你的脚碰上石头 意思就是说 你从马可楼21楼跳下来的时候 那个天使会扶着你 然后你跳下来的时候 都不会受伤 你看看 我明天来讲说 我们这里有一个神人 叫做建制 你知道 然后他后天要表演 就是从马可楼的外面跳下来 天使一定会扶着他 让他平安的下降 然后他下降之后 大家会不会很惊讶 原来神跟他同在 大家会不会信耶稣 可能信他的比较多 你有没有看到很多人 喜欢走这种宗教的捷径 不是宗教的捷径 而是实际上的 实际上的一步的 踏着一步向前走的 所以我在想说 今天呢 你到底是否活在 世界的奴隶当中 或是属尼孤儿的里面 你是否能够像耶稣一样的 胜过所有的试探 任何一个会让你败坏的 你就跟耶稣说 你在我的里面 让你跟我一起胜过这个败坏 胜过这个诱惑 胜过这些苦难 因为你要知道 这些苦难 这些试探 都帮助你在属灵上成长 剃除所谓一切的污点 他有一样 你知道你如果是一个 属灵的孤儿 你会常常发现到 你的心理上 常常是以自己为中心的 我们不只是成为 世间的奴隶 我们常常以自我为中心 你看一下 周报的第四点 你如果有这些反应 你虽然是信的主 可是你还是什么 还是孤儿 孤儿是不能够承受产业的 你看看 来 你看 你读看看 来 你会不会成为反正 以情绪的努力 会不会 你在看这个东西的时候 然后把它翻开 然后用一支笔 偷偷勾一下 你知道吗 有就勾一下 不要让有病人看到 你会不会成为反正 以情绪的努力 会成为自我的努力 牺牺牲他人满足什么 自己 会不会 牺牲他人满足自己 会不会 来 再来 寻求失事 方便 主力最小 然后让自己被我肯定 然后被赞美 被重视 有没有 我们每次跟见面的时候 都希望我们被赞美 被肯定 然后被重视 有没有 来 再来 会因为害怕士气 或责罚而顺服 我们顺服常常是外表的 不是内在的 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 或是这种 夫妇之间的关系 跟父母之间的关系 那种顺服常常是外表的 不是内在的 你知道吗 不是内在的 来 再来 会以对方能为我做什么 来评估人的价值 不重视关系 有没有 你会不会 凡事要听谁的 听他的 只想到他自己 然后以利益为导向 只对自己感兴趣 谈论的都是什么 都是自己 来 先看我一下 你在周遭的环境当中 有没有看到这种人很多 在基督徒的里面 有没有这种人很多 有没有 这都是一个 属灵孤儿的表现 你看 所以呢 我恳求神帮助你 真的你看到这些面 这些问题的时候 你要跟你说 神啊 我不是孤儿 我是你的儿女 我是承受产业的 我必须把这些杂质都 弃除掉 我必须把所有的杂质都 弃除掉 让我真的 回到你的里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 当耶稣呢 三十岁开始 他 三岁以前 他圣父父母 三岁以后 他受洗 成为神的儿女 然后他进到旷野的里面 然后呢 胜过了撒旦 然后他开始进到 丰盛的服饰的里面 你如果没有 你如果没有 背起十字架 你如果没有 把自己定死 很多的原罪定死的话 你没有办法承受产业的 我们家 也有产业 我们自己在开 tolaco 开那个truck 然后呢 我们家也在卖 汽车零件 我们也在种田 我们也在做修理工厂 我们家有一些产业 你知道我们家里很多工人 请问一下 工人是来做工的 对不对 工人是来做工的 这样对吗 他能不能承受产业 不能承受产业 孤儿能够承受 别人的家业吗 也不会给你家业的 除非他adapt 他认你为养子 你知道吗 所以呢 只有一种人就是 真正的儿女 真正的儿女 才能够承受产业 我小的时候 我小的时候 我就 我们的父母都非常爱我们 我不需要很多的工作 我常常跟 我的妈妈在一起 五六岁的时候 常常跟我妈妈在一起 我小的时候 就会在她旁边 吹她的脚 你知道嗎 我妈妈都跟她说 她做产业很难 我都在她的咖 那时候我还会唱歌给她听 你知道吗 小的时候总是会 在妈妈的身边 你知道 我会唱 生生地魔心 你们会唱吗 你看 小的时候我就会唱这种歌 你知道 我在国小读书的时候 我就唱西风的话 给我的妈妈听 我妈妈听不懂 她只会听 生生地魔心 你知道吗 她因为心情不好 就叫我垂脚 叫我唱歌 我就跟她的关系都很好 你知道这种关系非常好是很重要的 但是你知道人会变坏 人会变坏 我在从高中时代 大学时代 我就开始小读到大读 你知道吗 我的爸爸在我二十岁的时候过世 过世了 过世之后 过世的一年 我的哥哥叫我回家 叫我回家 然后要分家产 我吓了一跳 我的哥哥叫我回家分家产 我就问我的嫂嫂说 嫂嫂我可以回来分吗 我什么都没有做 我的嫂嫂告诉我说 你是爸爸的孩子 你当应该有家产 而且是应该一份的 我说你怎么会失败 你知道吗 我阿嫂就跟她说 不然你哥哥很疼你 她们都像你的父亲一样 会给你家产 我开心 所以隔天 我回家之后隔天 我再来一个阿伯 就把我们的家产 就这样开始分了 很多土地我们都不要了 为什么 都送给我们大哥 因为觉得大家都领受太多了 分了家产之后 我就开始有一些重担 重担是什么呢 重担就是我不知道 怎么管理这些家产 你知道吗 我真的不知道 怎么管理这些家产 然后我拿到我的土地 所有钱账的时候 还有我的定期存款的时候 我才发现到 没有那么容易就拿到 所有的土地上面 都加了几个字 说这些家产 这些土地 在淋米粉过世之后 才能够由林宪平自由运作 你知道吗 米粉 米粉就是我妈妈 我看着妈妈 你有没有分岛 二十岁 拿了很多土地 拿了家产 但是上面就跟你说一下 我的妈妈过世之后 才能够动用这些东西 哇 真的没有 为什么 我爸爸就是怕我把他堵光了 我还不配拿家产 我还是不配拿家产 跟什么 你是神的儿女 你配拿家产吗 我告诉各位一个奥秘 凡是神的儿女 是神所爱的 你顺如祂 你爱祂 祂恩高你 你把你的 给你的恩事 你发展了 你有创意 有智慧 有聪明 有能力 知道怎么管理财产 那个财产是 你不是用地上的想法去拥有的 而是用天上的丰盛浇灌的 你敢听我 是这样 会富有到这种地步 就像我现在一样 所以呢 我跟各位讲 改变你的想法 心精神 真的 好好的心精神 成为神的儿女 回归到祂面前 跟天父说 天父 我是你的孩子 我爱你 让我常常看到 我在世上还有多少杂质 还有多少腐朽 还有多少罪恶 还有多少做主 主啊 弃除他 我在1994年 是非常凄惨的一年 神真的可以有很大的丰富 1994 忽然之间 一戏之间就不见 凄惨的要命 我那个时候才体验到 原来得到的 得到的 要撕掉是一戏之间 你知道吗 真的是一戏之间 所以弟兄姊妹 你要知道神给你的丰盛 你要好好的管理 好好的爱神 知道这是神的 每一分钱都是什么 你是代管人 你好好的看着他 因为你爱他 你的智慧知识 聪明能力在增加的时候 管理能力在增加的时候 他就会给你更大的管理权 你不要跟神说 神啊 来到教会就逃 耶稣啊 我五百 那叫做孤儿 你听好吗 耶稣啊 他在我 那叫做什么 孤儿 你听我说什么 每次来都要逃 回家去逃 跟神都没有关系 只是要嘛 你开出就是什么 爸 阿爸 我很爱你五百 那一句 有吗 阿爸 你今天要煮食给我两万 你看看 有没有 每次都是这种孤儿的心态 在跟神要 你怎么不跟神 现在好关系 我们的银行部是通天堂的 国民党是只有通党 党雇通国库 我们是通哪里 通天堂的 你相信吗 但是你就是有一些 不敢相信 我以前曾经告诉过各位 你要把那个银行部 放在你的枕头上 然后常常祷告 它自然就会增加 你们大概都忘了 有没有 你好好顺服神 祂就会自然 啵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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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啵 一粒跳 真的 但是我们就是不敢相信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太 属世了 我们太孤儿的心态 求神帮助我们 回归到祂的面前 我们是神的唯一 我们是神所爱 神会很大的祝福我们 请见智来带你 我们唱一首歌 让我们一起 再用这首诗歌 来敬拜我们的主 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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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顶尖吹鼓 好像我是你唯一的孩子 每一天 每一天 你折尖吹鼓 好像我是你唯一的孩子 好像世上 每一天 每一天 你折尖吹鼓 好像世上 好像世上 没有别的祷告 多少不为人知 的愁苦 多少不曾凋落 的眼泪 每一天 我发现 我发现 你知道 你全都知道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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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你手中间 有每个环境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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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永远 你永远良善 全然是爱 每一天 每一天 你顶尖吹鼓 好像我是你唯一的孩子 每一天 你侧耳垂鼓 好像世上 没有别的祷告 时的每一天 每一天 每一天 你顶尖吹鼓 好像我是你唯一的孩子 每一天 每一天 你侧耳垂鼓 好像世上 没有别的祷告 没有别的祷告 多少 不畏认知 的愁苦 多少 不曾掉 我的眼泪 我发现 你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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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全都 知道 多少 多少 不畏认知 的愁苦 多少 不曾掉过 的眼泪 我发现 我发现 你知道 你全都 知道 我知道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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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所需 事与 我友谊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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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出自己 信任 你美意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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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永远良善 却爱是爱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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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你手中 接受每个环境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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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所需 事与我友谊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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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出自己 心愿 你美意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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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永远良善 全然是爱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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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永远良善 全然是爱 祝你是爱 你永远爱着我们 你永远爱着我们 回到你的面前 跟你一个 非常甜蜜的关系 主啊 我们不要再做孤儿 我们也不要再做 世界的努力 我们不要再被世界 手捆绑 也不要再被孤儿的心 手捆绑 我们要敞开我们的心 跟神说 神啊 我要回到你的面前 享受你的爱 祝你恩靠我 高摩我 让我活着 就是为了你而活 我活着 就是为使命而活 我活着 就是为你的国度而活 我要活着 我要活着你的形象 活着你的生命 活着你的权柄 主啊 求你来 用你的此生爱说 永远带着我 我愿意降伏在你的里面 主啊 我愿意完全地顺服于你 我们现在也要把金钱 奉献在你面前 求你来悦纳 我们这样祷告 都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同志们 我们来奉献 我愿意降伏在你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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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站在破口之中 在那里我寻求你 每一次我祷告 我要动你的手 祷告做的是 我的手不能坐 每一次我祷告 大伤被诺移 道路被扑平 失恋我归向你 主 我是软弱 而你刚强 你就是我的力量 你已经牵着手引导我 那就是我的手 每一次我祷告 我要动你的手 祷告做的事 我的手不能坐 每一次我祷告 大伤被诺移 道路被扑平 失恋我归向你 每一次我祷告 我要动你的手 祷告做的事 我的手不能坐 我的手不能坐 每一次我祷告 大伤被诺移 道路被扑平 失恋我归向你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谢谢你 祝福我们的心回到你的面前 拥有你天丰盛的产业 谢谢你赐给我们是儿女的心 不是奴仆的心 让我们每天在你面前呼叫你阿爸佛 主 谢谢你今天晚上把金钱奉献在你面前 愿你悦纳我们的百上 也愿主你千百倍的祝福在我们当中 也让这些金钱被圣化成为国度的用途 我们这样的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再次跟旁边的人请安一下 OK 我们今天晚上有一位新朋友 唱到你的名字的时候 请你站起来 好 让我们拍手来欢迎你 我们这一位新朋友叫黄书俊姐妹 您在哪个地方 已经先离开了吗 聚心能包装OK 好 那我们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一起来祷告 我们要继续来敬拜 今天晚上我们要为了各样的事项 来到神的面前 求神的灵充满在我们的当中 哈利路亚 预备自己的心 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来渴慕耶稣 圣灵啊 请你来 圣灵啊 请你来到我们的当中 将那祷告的心呼求的灵浇灌下来 让我们更多的专意注视在你的面前 哈利路亚 每当我 每当我 我讚揚你只剩容眠 每當我在愛中仰望你 在你榮耀光中 所有一切都失去光彩 何等熄了當我進入你心意 我全心成為你愛的寶寵 在你榮耀光中 所有一切都失去光彩 我敬拜你 我敬拜你 我一生活著 唯要敬拜你 我敬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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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生活著 我敬拜你 我敬拜你 每當我讚揚 每當我讚揚你只剩容眠 每當我在愛中仰望你 我敬拜你 在你榮耀光中 在你榮耀光中 所有一切都失去光彩 何等熄嗎 何等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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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進入你心意 我全心成为你爱的宝座 在你荣耀光中 所有一切都是聚光彩 我敬拜你 我敬拜你 我一生活着 为要敬拜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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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敬拜你 我敬拜你 好不同 站一起来 更多 更多 我敬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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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生活着 我一生活着 我敬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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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生活着 我敬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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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出一个赞叹 敬拜的声音 让你从心灵的深处 发出一个渴求的声音 主啊 把世界从我们里面 更多的拿走 把过去生命里面 撒旦所栽种的这些 偷窃杀害毁坏 从我们的里面拿走 祝我们的生命 祝我们的生命 而且得得更丰盛 哦耶稣请你来 请你来 我为这些生命来祷告 哈利利亚 使得哟吝吏 父啊把你的音 交换进来 把你耶稣的爱 交换进来 我 浇灌进来 噢耶稣 耶稣 呼求耶稣 好不好一起呼求 噢耶稣 噢耶稣 让我们的声音像众水的声音 像大水的声音 哈利云 天使天君 我们的耶稣 与我们一起在主的座前来代求 发出你的声音来呼求 噢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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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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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我们的心可慕 祝我们的心盼望祢 祝我们可慕更多的有祢 更多的拥有祢在我们生命的里面 祝啊 向我们吹起 祝啊 祢的灵来高慕我们 高慕我们 我心可慕 我心盼望 更多有祢 我心可慕 我心盼望 更多有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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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可慕 我心可慕 我心盼望 更多有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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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可慕 我心盼望 更多有祢 更多有祢 我心盼望 我心盼望 照明祢的黑暗 因为光一来到 黑暗就要离开 耶稣是世界的真光 我们在光的里面 就不在黑暗里 我不用姐妹 打开你心里的眼睛 仰望 那用慈神爱说 带领我们前面道路的耶稣 在圣灵的水流的里面 发出你的声音 来敬拜耶稣 你可以自由的坐下来 或是继续的站着 或坐或站或跪 但是我邀请你 发出你的声音 来敬拜耶稣 用方言 用你的灵格无心 自由的敬拜 神愿与神愿互相的回应 我们的祷告 互相陈列在耶稣的面前 发出你的声音 来敬拜耶稣 你可以移动你的脚步到走廊的位置跪下来 你也可以来到胎前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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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灯 轻狂 我邀请大家 发出祢的声音来祷告 开祢的口来赞美耶稣 让我们的声音集结起来 成为大水的声音 开祢的口来赞美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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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祢的声音 开祢的口来赞美耶稣 不要吝啬祢的声音 扬起祢的声音 大大的张口 让神大大的出满你 释放你的能力 释放你的声音 哈利路亚 你大大的张口 神就大大的充满你 不用在意别人 今天晚上你单单来到神的宝座前 用你的声音来赞美 这一位阿尼的神 祢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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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Amen Amen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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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为我们在天上的家 地上的家来祷告 为我们属世的家 属灵的家来祷告 我要请大家来祝福我们的教会 让我们的教会在这世代为主来发光 让我们的教会都走在神的心意的里面 让神来扩张我们的教会 也让我们能够扩张神的境界在地面上 我们同生开口来祝福我们的教会 成为一个强而有力的教会 一个健康展示上腾的教会 一个在世代当中充满影响力有使命的教会 我们同生开口为我们教会一起同生来祷告 Hallelujah Hallelujah 祝祢在宝座上 坐着为王 圣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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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在圣来我充满人的光 圣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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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时 灵的光 吃到圣在圣在圣在圣 圣在圣在圣在圣 通楼的江湖上 口吨在圣被圣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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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的圣 圣在圣在圣的圣 圣在圣在圣在圣私ular system 很爱的家 是的 主啊 我们是祢的儿女 我们是确信 是祢的儿女 是的 主 我们是拥有产业的 我们是与耶稣同做王的 我们是与耶稣同成 成为天父祢的后世的 主 我们谢谢祢 我们就站在 这个世代的破口当中 站在神 祢与世代当中 成为一个代言人 成为一个 上帝祢福音的出口 是的 主啊 这个教会 要站在破口当中 这个教会 要成为一个 祷告的教会 传福音的教会 新生机的教会 带门徒的教会 是的 主啊 我们都是祢的门徒 我们都是祢的儿女 主 我们谢谢祢 赞美祢 哈利路亚 好不好 此刻开口 为我们自己的家来祷告 因为家就是 我们彰显神爱的地方 但是撒旦常常偷窃 才毁坏我们的家 破坏我们家庭 每一个层面的关系 今天让我们回到 天父的面前 把我们的家 恭敬了 交在神的手中 让我们每一个家 都让主来掌权 让我们的家 这一艘船的上面 邀请耶稣来掌权 让我们的家 成为德人的家 让我们的家 成为德人的女夫 哈利路亚 看过同生未知的家 同生来祷告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你的爱 充满在每一个家的里面 让你的爱 住在我们家的当中 主啊 恢复 主啊 恢复 主啊 祢做者为王 祢 祢要恢复 很多家庭里面 破裂的关系 祢的主啊 让每一个家 真的是邀请祢 来到每一个家 来做王掌权 祢的主啊 让我们生命 紧紧的连结于祢 让每一个家 紧紧的连结于祢 让我们的家 成为一个 充满恩怨的家 让我们的家 不是一个破裂的池子 我们的家都是 被封门的完全 建造的完全的 一个池子 要来领受神里 封城的恩怜 交换在这个 器皿的里面 祢的主啊 恢复很多 亲子之间的关系 祢的主啊 不恢复很多 婆媳之间的关系 甚至是在大家族的里面 很多周里的关系 兄弟之间的关系 很多的破裂 祢的来交换 让这些二者的 作为世界的意念 这些不正经 计较 杀害 偷契 也统统都离开 祢啊 祢把爱 交换在每个家的里面 祝我们谢谢祢 谢谢祢 谢谢耶稣 我敬拜 我敬拜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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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我一生 身活着 我敬拜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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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生活着 跟耶稣说 我要提拔祢 我爱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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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生活着 我要更爱祢 我一生活着 我要更爱祢 我爱祢主 我爱祢主 我一生活着 我要更爱祢 拍手把荣耀归给耶稣 祝我们一生活着 我要更多的敬拜祢 我们一生活着 我要更多的服侍祢 我们一生活着 我要更多的荣耀祢 也让我们一生活着 我要更多的来爱祢 谢谢耶稣 悦纳我们在祢面前的敬拜 谢谢父神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这样敬拜祷告奉靠耶稣的名 阿们 我们一同站立起来 我们来唱颂容的诗歌 逆真伟大 之后请牧师来祝祂 回来祢的生命 你的丹能 掩满了宇宙中 我领歌唱 赞美救助我想 你真伟大 何等伟大 我领歌唱 赞美救助我想 你真伟大 何等伟大 我们大声呐喊齐声 哈利路亚 耶稣基督的恩典 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满满以我们同在 从此时此刻 直到永永远远 Amen 兄姊妹请坐